先问大家两个问题 你的电话通讯录中的联系人是不是你的人脉 一个人每天在外面和别人聚会 呼朋唤友 就是拥有很多人脉吗 每个人的回答可能都不同 原因是每个人对人脉的理解有偏差 随着年龄和职位的增长 人脉对每个人来说 都变得越来越关键 很多人因为对人脉的错误理解 而让工作和生活陷入困境 关于人脉 有四个错误的思维陷阱 一万事不求人 全靠自己自从有了无效社交这个词 很多人就有了万事不求人 全靠自己的想法 这个想法能不能行得通呢 答案是能 但要看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和级别 第一 所在领域如果是编程 互联网运营 技术研发这些领域 个人能力的确很重要 但是另外一些领域 人脉甚至更重要 比如管理 销售 贸易等等 第二 所处级别 从基础到中层岗位 过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确实可以让你独当一面 但是你要继续向上 走到管理 领导岗位 或者自己创业等等 人脉则必不可少 比如当你成为了一名管理者之后 你自己亲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已经显得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因为你的目标不再是个人目标 而是团队目标 你更需要的是 能调动多少资源为你所用 如何运用资源的力量 达成团队目标的能力 此时 如果缺乏人脉的支撑 就很难走得远 爬得高 就像现在很多的互联网公司 不仅拿到了投资人的钱 而且还获得了投资方提供的 相关资源和渠道 这其实就是通过撬动各种相关资源 自己所用 所以 并非万事不求人 而是要学会用好人脉杠杆 撬动更多的资源为我所用 这才是人脉的真谛 二十人多 人脉广 很多人认为 经营人脉就是千方百计 认识更多人 把经营人脉等同于投机钻营 见到牛人就索要名片 求合影 求签名 但其实这些用处都不大 人脉是在你需要的时候 能够用起来的人际关系 而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 或者是通讯录里 存了多少人的电话 你需要时 对方不帮 那不是人脉 人脉最核心的两个字 交换 一个自身不强的人 整天想去结交权贵 或者是想拿自己仅有的一元钱 跟对方的一百元换 显然是行不通的 你处于什么层次 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脉 对等的关系 才是有用的关系 不要去刻意巴结一个人 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 去提升能力 待到时机成熟时 就会有一批朋友与你行 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 只是暂时的 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 才是长久的 丰富自己 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 正如图悠悠所说 不要去追一匹马 用追马的时间种草 待到春暖花开时 就会有一批骏马 任你挑选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一个人遇到的人和事 其实都是自身特制吸引来的 人之间的往来 都是建立在 价值互相匹配的前提上 如果你没有别人 所需要的价值 认识谁都没用 依附别人 是在消磨自我 强大自己 才能点亮未来 升值自己 才是对关系最好的投资 三贵人建用人脉如存折 越用越少 贵人的人脉 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 也许能用的时候 就那么一两次 不要随便用 一定要等到最关键的时候 如果你建用了 一方面贵人觉得 你的层次不行 这么简单的问题 都要我出手 他会对你的印象 大打折扣 另外一方面 好刚用在刀刃上 之前有什么交情 他就勉为其难 都出手帮助了 后面如果再有什么事情 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所保留 这就浪费了宝贵的人脉机会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尽量用钱解决 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才动用人脉关系 但有人脉并不一定等于有关系 关系是建立在互惠法则之上的 互惠法则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行为习惯 我们总是倾向于用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 对待别人 对人脉提出请求是相互的 你对人脉提请求 人脉也在不断地对你提要求 借得少 走得直 别人看好你的未来 人脉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力量 借得多 还不起 不但无法建立起正循环 而且大概率会使人陷入信贷危机 所以 人脉的真相是做到大家彼此需要 千万不要变成单方面的需求 否则无论什么人脉都会崩坏 四 临时抱佛脚 功力性太强 大家身边或许有这样的人 功力性特别强 比如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 突然打电话来 大多要么借钱 要么有事请你帮忙 平时无交情 用时难遂意 把人脉比作存折 这是因为人脉和资金储蓄一样 都是为将来做准备的 如果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再联系 就为时已晚了 马克吐温说 交朋友最恰当的时机 就是在你感到需要朋友之前 而不是之后 好的人脉管理高手 类似农民春重秋收 把人脉关系 当成一个长期的过程去耕耘 而不是像猎人 没有长期规划 功力性强 等到求人办事时 才请客吃饭 打电关系 过于势力 效果往往不遂人愿 只有平时多流汗 暂时才能少流血 所以 我们不仅仅为了眼前利益 而过于功力 一定要做一个 耕耘人际关系的人 写在最后积累人脉 功夫在平时 临时抱佛脚 不如平时多行善 社会很现实 人脉重要 其实自己更重要 你不优秀 认识谁都没用 有句话说 不幸的是 人这辈子只能靠自己 幸运的是 你真的可以靠自己记住 自身价值 才是破圈的关键 有用的人 才配得上有用的人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